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符合我自己听的这个民族文化的主题 它是一个类似于视觉系的群像动画 是将中华的56个民族都做了一个展示 创作灵感主要来自于56个民族的像生产生活 社会实践 历史文化传说 还有一些服装服饰方向 选取了一种比较偏向装饰的绘画语言 比较线性的一种方式 因为镜头的切换非常的快速 在短时间内能够让观众接收更多的信息量 为了能够让动画的音乐更加契合 是专门找认识的朋友 为这部动画专门创作的音乐 音乐的名字也是万华镜 如何去把民族主题应用在动画上 也是做了很多的思考 例如说首先它要求在短时间内集中展示56个民族 对调研的难度比较大 其实我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为了画面内涵上面的丰富性 有时也会去选取一些跟该民族相关的像动物 比如说恩文克族的驯鹿 瓦族的荣树崇拜 还有就是像德昂族 他们在神话传说中有关于茶叶变人的记载 汉族部分的话我选取的主要是 汉服中一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服饰云间 由它的花纹逐渐形变成真实的花朵 然后引出标题 也非常符合万华镜这种绚烂绽放的这样一个意象 创作时间一年嘛 是半年调研 然后半年绘制 调研过程中其实最困难的就是对资料的把握 一个是有很多少数民族的资料 非常难以查阅 这样的话其实很难去获得足够的资料进行设计 再一个就是有大部分的少数民族 它的知系非常多 然后很难去选取一个进行把握 例如说土族 我是展示了它的两种帽子的形态 但是其实它还有一些我非常感兴趣的像帽子等服饰 但是由于缺少资料 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多角度的了解它的具体造型 所以也放弃了 这种创作中的取舍在很多民族的前期设计中都有出现 每一个镜头都改了非常多遍 废稿的话就可能有几十上百张 每天除了三餐以及午休以外 全天都在做融化 而且每天有的时候工作时长能达到十四五个小时以上 我在调研的过程中 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在于坚持 完成一个半年到一年的创作项目 其实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自己感兴趣的方向 这才是能够鼓励我继续坚持下去的一个理由 民族文化其实是有一种 就是不断吸引你往下深入了解的魔力 你也能够体验到那种就是像考古一样 慢慢地去挖掘自己本民族文化的一些有趣的惊喜的地方 有一天忽然看到新闻推送了关于瓦族的翁顶古寨 就是失火的新闻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 而且很难过 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刚刚调研完这个村落 也是这些让我不断地认为说 我们的民族文化一定要首先要完好的保存 然后我们才能提及传承以及发扬 前期的调研资料的积累过程主要是在疫情爆发的期间 所以大部分都是在网络上还有就是学校图书馆进行的 非常期待能够去到一些少数民族的聚集区 因为民族的文化不仅仅是需要去看到一些文字资料或者是图片 我更想用自己的手去感受一下 更想去融入他们的生活 因为我当时好像是凌晨两三点 就是刚做完就上传了 上传之后可能就没有多想 然后后来又收到很多的私信 还有就是点赞 然后我发现就是有很多人可能是跟我一样 被本民族的文化深深吸引 也对自己的本土文化有非常强的文化认同感 感觉挺感动的 我个人首先是从小就是被民族文化所熏陶这样成长的 我认为民族文化它其实就是一个就像呼吸一样 从小到大贯穿我们这样一生的一个事情 我作为创作者呢 其实就是一个发现这些或者是探索这些 然后再进行表达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其实像这样的视频创作等等 它的传播力度是非常大和非常广的 游戏啊还有就是一些像新媒体等等的方向 都是一些很好的传播途径 是希望能够用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形式 大家看到之后会对它其他的文化内涵有着探索欲 我会感觉就非常快乐 也是我当时的创作初衷之一 《广化镜》是我的毕业设计作品 它承载了我对民族文化的热爱 同时也是为我将来创作民族文化相关的 文艺类作品的一扇大门 现在的话在自己毕业设计的基础上 正在继续打磨和修改 根据自己前期调研的内容 还在从事一些民族文化方向 绘本以及周边产品的制作 希望我的毕业设计也能够为 像我一样的创作者提供一些创作的思路 一起为传播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注入新鲜的活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